今年国庆晚会10月5号在台北大巨弹举行 为中华民国提前暖售 台北市政府公布主题以及表演卡司 邀请台语歌后江慧 翁立友 以及多位国台客原著名语歌王歌后同台演出 也邀请奥运金牌双金 林洋沛 王麒麟 李洋及林玉婷一起唱国歌 精彩节目还包括球队 啦啦队热舞 时尚走秀等多元内容 刚才来这里看到我们台北市政府所筹办这个活动 我第一個 穿著國旗裝進來跳舞 再壓上模特兒走秀 我這個老心臟又跳動很厲害 真的是 看到這兩個活動 我們就可以知道幕後工作的夥伴是多麼的認真 多麼的用心 我們也可以知道台北市政府 以及幕後工作的夥伴 多想要推銷中華民國 以及台北市 各種美好的元素 人文的 光光的 藝術 美好的等待 各位市政府的好朋友 以及在電視機前面 網路前面的好朋友 中華民國國慶 今年主視覺很清楚 沒有最止 大俗就是大雅 大雅就是大俗 中華民國乾乾淨淨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純純潔淨 中華民國神禮拜人就是主視覺 我們希望藉著喚醒 海內外所有熱愛中華民國的好朋友 人不分男女老幼 地不分東西南北海內海外 大家一顆刺激的心 來愛我們的中華民國 傳統的三大節 春節 端 中秋之外 所有國人同胞最重視的就是國慶 所以十月五號 國際晚會 事實上也是幫中華民國做暖壽大陸 尤其是在大巨蛋第一次 我想大家一定會非常的關鍵跟注視 我們希望台北市政府 也期待 所有幕後工作的夥伴 大家藉著這樣一個展示說 我們的 哭搞的心情 我們長期迷茫的心 我們已經不知道為誰而戰 為何而戰 為哪一個國家努力的等等 這些負面的都能夠去除 身為台北市的大家長 我要 再一次 誠摯的邀請 所有的好朋友 來到台北市 走進大巨蛋 一起慶祝中華民國國慶 來展現 並且見證中華民國 這幾年的進步 繁榮 而且展現 我們所有台灣民眾的 相親力 凝聚力 而且讓世界 看到環節的台灣 這一次 國慶晚會 是大巨蛋 第一次 舉辦非體育賽事 的大型活動 反而這場大型活動 就是國慶晚會 而這一次 我們也非常榮幸 邀請到 封邁非常多年之後 大家喜愛的二姐江會 來大巨蛋付出 並且為大巨蛋開場 所以說 是喜上假喜 是國家的大事 也是台北的光 除了二姐江會外 我們這一次國慶晚會 也邀請到台灣的英雄 這一次發展奧運的金牌 得主 我們米洋 王麒麟 林玉婷 來帶領大家 唱國歌 國慶 所以這一次我們國慶晚會 也特別開放了部分席位 讓民眾免費手票 所以在9月30號星期一 中午12點開始 大家可以上 UDN售票網 來索取 而且美人 索取兩張 那另一方面 我們也藉這一次機會 好好的來行銷台北 結合在地的商家 我們特別規劃 大巨蛋國慶 郵公取 也就是只要上網 登陸上傳國慶晚會的票券 就可以取得100元 郵公區的哲集券 所以讓大家一起來到大巨蛋周邊 感受到滿滿 國慶的熱鬧氛圍 台北市將釋出5000張網會票券 民眾可在9月30號中午12點上網搶票 每人限索取兩張 另外也開放400張票 給65歲以上長者 即日起至9月25號 將身份證營本及聯絡方式 寄見到官傳局 10月1號舉辦抽籤 錄取著每人發放兩張入場票券 這次的活動有幾個特別的意義 一個除了從小巨蛋到大巨蛋 大巨蛋第一次的非體育的活動 就在這一次來展開 所以剛才特別提到 包括這個二姐相會 即家開麥 再繼續演唱 那我們的喬生演唱的冠軍優勝者 也會來跟各位獻唱 所以跟市長報告 我們現在僑胞報名已經有2000位 2000位報名 那最近我還見到不少很多市民朋友 跟我講說 那個副委員長可不可以多點 我們一點名 我說我的名額是給僑胞的 如果市民人要找 蔣市長才對 剛才蔣市長特別提到 9月30號即將要來開放 大家來鎖票 剛才我跟吳市長特別提到 一樣秒殺 所以我想這個活動 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我想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不管海內海外所有的 這個僑胞們 大家都希望能夠把這樣的活動 把它更有更具更大的意義 我想這次在台北市的舉辦 表示我們慶祝會 我們的韓院長跟我們的蔣市長 非常有眼光 放在大巨蛋 絕對讓大家失回票價 那最後也跟大家做點 小小的工商報告 我們稍後會有 大概有 國內有663家的 特約商店 所以我們歡迎我們所有 海外回來的僑胞 擁有愛僑卡的好朋友 可以到這些地方來消費 來促進我們台灣的經濟煩惱 國慶晚會時隔8年重返台北 這也是台北大巨蛋 首次舉辦非體育賽事的 大型晚會演出 這次特別開放民眾鎖票入場 現場將有2萬人起聚 為征華民國慶生 記者問君 台北不到